好的,那咱们就今天开始上 你刚才在干嘛呀? 对不起,没什么 我感觉你好像想睡觉 好的,那咱们就今天先接着上一次的来上 对了,有一个事情想问你一下 就是上次那个作业怎么没有做完,是有什么事情吗? 我做完了 做完了吗? 我做完了 OK,那我尽快帮你批改,好吗? 好的 等一下,我网络有点问题 让我稍微调整一下,好吗? 好的 好 OK,好了 那咱们就接着上节课的继续来讲 上节课我们是不是讲到这一张PPT了? 对 对,应该是的 嗯,你在上节课结束之后,有没有复习笔记啊? 嗯,没有 要多去复习,因为这个就是知识嘛,这个需要多去看一下,好吗? 嗯 好的 那我们就来进行今天的,嗯,来看一个这个练习 这是题目要求,就是想让你根据这个句子的意思 把下,你说你说,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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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了给你分享屏幕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忘了,忘了,忘了,我来,我来,我来,现在能看到我的屏幕吗? 嗯 嗯 嗯,那到了 好的 对,我们从这一章开始 这是我们根据上节课所讲的内容,所做的一个练习题 就是,想让你根据这个下面这五句话的意思 把这五个句子进行连接,然后补充完整 并连接完成之后,我们一起来朗读一遍 这个意思,提议听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 嗯,那好,那你要不要,那你来试着连一下吧 嗯,第一个是E 嗯,第一个是E 嗯,继续 嗯,第二个是G 很好 好的,继续 嗯 第3个吗 对 好的继续 嗯 那我们先来把这5句话的意思根据你连接的我们先来朗读一遍好吗 好 第一句 他说的话连中国人都很难听懂 嗯 你跟着我读 哦 他说的话连中国人都很难听懂 对 第二句 他做这件事连他爸妈都不知道 很好 对很好 第三句 马丁 书馆 这是一个名词 就是library 对吗 对 然后在图书馆学习 对 然后这是第4句 他们对踢的不怎么样 连二班都影不了 他们对踢的不怎么样 对 对 连二班都影不了 对 很好 第5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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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记了 这个词语念坚持 就是我帮你打在评论区你可以看 我写在这吧 我先写在这里 这个词语是这个意思 这个词语是这个意思 这是个S insist 这就是坚持的意思 坚持 对 ins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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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咱们把这句话重读一下 那个电影特别无聊 连小林都没能坚持看完 那个电影特别无聊 连小林都没能坚持看完 对很好 然后咱们把这5句话的意思过一遍 你都知道这5句话是什么意思吗 我觉得 我觉得 我知道 是知道还是不知道 知道 那好 那咱们一句话一句话来说 第一句 他说的话连中国人都很难听懂 是什么意思呢 哦 他 他 对 啊 中国人 都不知道他说什么 对 很好 是不是 他说的中国人 不知道他在 就是中国人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对吗 对 很好 然后他做这件事连他爸妈都不知道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啊 他做的事他不告诉 对 是不是他做这件事连他爸妈都没有告诉 对吧 对很好 好 来 第三句 马丁在准备下个月的考试 是连周末都在图书馆学习 他 啊 周末在图书馆 学习 啊 因为有考试 下个 对 因为下个月马丁有考试 所以周末都必须在图书馆学习 我们是不是一般周末就是weekend 我们都应该出去玩 对吗 对对 对我们就应该放松休息 但 马丁因为有考试 呃 有test 有测试 对 对有这个 所以他必须在图书馆学习 保证这个东西可以通过 对吗 对 好 第四句 他们队踢的不怎么样 连二班都赢不了 啊 他们 等班 不会 不会 踢 所以他们 不赢 来 这句 我给你解释一下 来 咱们看 是不是和你理解的 有偏差 咱们听一下 好吗 嗯 你看 他说 他们队踢的不怎么样 这半句话 是不是说 他们队踢球 踢的不好 对 对 他们踢的不好 但是这里你看 连二班都赢不了 好 那就说明 二班 是不是踢的更差 已经踢的很差了 对吗 二班已经踢的很差了 哦 嗯 对 但是他们连二班都赢不了 是不是他们对踢的更差 哦 对对 对 所以说 就是说他们对踢的有多差呢 差到连二班都赢不了 对吗 对 对 你要理解 正确理解这句话的意思 来 第五句 那个电影特别无聊 好 连小林都没能坚持看完 因为电影 电影很无聊 所以 小 对对对 因为小林 所以小林 不能 看我 呃 见记 见记 你看就是 你只理解了他这句话的大概意思 但是这句话就是 他 你没有完全理解 你看 这句话的本意 他应该是这样的 你看 连小林都没能坚持看完 我们上节课讲过 这个 看 帘子的用法 帘子的用法 是说话人通过 强调一项极端或突出的例子 来说出一般情况或结论 这是帘子的用法 对吗 对 对 所以说 刚才这句话 对 那个电影 特别无聊 连小林都没能坚持看完 那就说明 这半句说明了一个问题 是什么呢 啊 他 电影 特别无聊 对 对 这半句说明了一个问题 电影特别无聊 他只告诉你这件事情 对吗 嗯 对 然后用了连这个字 就相当于是连接了后半句 后半句说的是 小林都没能坚持看完 那就说明什么呢 小林是不是原本就是一个 小林应该是一个很无聊的人 对吗 对 因为小林是个无聊的人 他才能接受 就是能看完无聊的电影 可以理解吗 对 对 但是这个电影连小林都没能坚持看完 那就说明 这个电影已经非常无聊了 嗯 对 所以说 这个那个电影特别无聊 连小林都没能坚持看完 就说明这个电影非常无聊 连 能接受许多无聊事物的小林 都没有都没能去接受他 对吗 对 对的 所以这是这句话真正的意思 上节课这个连的结构用法 我记得你记笔记记过对吗 对 我用手机 嗯 哦你拍下来了 对对对我记得你拍下来了 那你下来之后把这些知识点有写在纸上吗 嗯 嗯 我没有 是 那那你就是今天这节课下课就是我要求你我需要你把这些写在本子上好吗 嗯 嗯 对 因为你写在本子上的话你可以记得更清楚 呃 对 你可以就是 记忆的更好一些 可以明白吗 明白 好的 那我们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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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这些啊对 这是我上节课给你留的作业 对吗 对对 对 对 那那咱们今天就刚好也在课堂上坐一下吧 你把这这三句话自己连一下 啊 在这里 对在这里 你跟我说就可以 呃这样子 你你你你就是把 这这些就是字全部都念上 然后念到这里的话 你念到这个字你就开始连这句话 好吗 好 好的 那你开始念吧 嗯 一会儿跑步 你 跑在我前面 对 我看着 看着你 对 你 你 慢点 你 跑 跑得 太快了 哎 跑快了 跑太快了 嗯 连我 觉得我很快 啊 我 看不上 我帮你把这句话打上来 你继续说 啊 连 连我 觉得我很快 啊 更快 更不上 连我之后是什么 啊 觉得我很快 继续 很快 啊 我更不上 好的 我们来看第二句话 你继续念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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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 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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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应吗 对 这个这个字念 林 我给你吧 我给你把这个注音注意一下 你看一下 林 这是他的注音 对 林 林 对 这个这个人叫林丹 林丹 对 你继续说 当然 我林 我 我赢过 嗯 好几次呢 对 你 啊 你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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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关系 慢慢来 不着急 你先想 可以想一下 你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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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啊 愿他 愿他 愿我饮到 没关系 你要是觉得就是这个有困难 你可以先想一个 就是自己觉得最合适的一个答案 我咱们先把它写上去 一会儿再来说问题 你连的都淡吗 是这样吗 你连的都淡吗 你说你说 你连的都淡吗 这个都淡吗 啊 这 啊 不是不是 这第一个 哪个 啊 第二个 啊 第二个 都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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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还要就是 还 还哪里 这个句子哪里还缺字吗 啊 淡的 哎 大的 后面 这里 对 呃 搞第3个 对话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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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觉得我打就好好差呀 对对对 可是可是我觉得 你打就好差 哎 可是你觉得 可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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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可是 练练练 可是 练练练 练练 打就好差 我 打不 你 打就好差 我打不 练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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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还缺字吗 哪里还缺字吗 可以 呃 你 你觉得这个字 你能看清吗 啊 可以 可以看清吗 我再给你调大一点 这一句话就是你刚才造的剧对吗 呃 对 好的 那就是 现在我们来就是一句一句分析 看 哪一个就是句子都有什么问题 好吗 来我们先看对话一 来对话一 你先跟着我念一遍 好吗 嗯 大明说 一会儿跑步 你跑在我前面 我跟着你 你 大明说 一会儿跑步 你跑在我前面 我跟着你 好 阿飞说 好的 阿飞说 好的 然后大明说 你慢点 大明说 你慢点 然后 你造的这一句话 那我们先念一遍 好吗 好 你跑得太快了 连我都觉得 我很快 我跟不上 你慢点 你跑得太快了 连我觉得 我很快 我跟不上 好 我们来先看一下 就是这句话里面的提示 他给了三个词语 太快了 连和跟不上 那现在是不是说 我们造句 必须要用上这三个词语呢 对 对 然后 呃 欲鸿连 你看你造的句子里面 有太快了 有连 还有跟不上 对吗 对 那就说明 至少 你把这三个词已经用上了 我觉得 这是 就是 你能根据这个提议去做题 这是一个很好的表现 你能明白吗 我觉得这个值得表扬 这个你可以给自己鼓掌 对 这个因为三个提示 必须要用上 对吗 对 这个很棒 然后我们来说你句子里的问题 你看 大明说 你慢点 从前句意思 我们就可以知道 大明是不是希望 希望阿飞可以跑得再慢一点 因为大明在喊他 说你慢点 就是说让你 对 让你跑得要慢下来 能明白吗 对 就是大明觉得 就是大明希望阿飞可以跑得再慢一点 好让大明能够追得上他 对吗 对 所以你看 所以你看 你造的这个句子从逗号之前 这前半句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 大明向阿飞说 你跑得太快了 是不是 阿飞 现在跑步 跑得大明跟不上了 所以大明说 你跑得太快了 你可以理解吗 可以 对 但我们来看后面这一句 后面这一句你用的是 连我觉得我很快 我跟不上 我可以理解你的意思 就是你的意思是不是说 呃 我觉得我自己很快 但是我跟不上你 是这个意思吗 对 对 但是这个句子 我们后半句不能这么造 因为 在汉语中 这样子造句是不通顺的 因为 很简单 你看 你你后半句用了 一个我 两个我 三个我 对吗 对 我们在汉语中 一个句子中 只能出现一个主语 但是你一连出现了三个 就违背了我们汉语造句的原则 可以理解吗 可以理解 对 那现在如果说 我让你把连字和跟不上这两个词都用上 然后 然后在这个句子中 只能有一个我字 你现在能把这句话再重新造一下吗 呃 只要造这后半句就好 呃 连 我 我很快 我更不想 只可以用一个我字 呃 连 我很快 也不 跟 也跟不上你 对 你看你造的第二个句子 是连我很快 也跟不上 是不是就已经感觉比第一个第一次通顺的多了 你读一下试试 你看 你跑得太快了 这是第一个句子哈 你跑得太快了 连我觉得我很快 我跟不上 然后你再读第二个 你跑得太快了 连我很快 我也跟不上 是不是第二个比第一个要通顺一些呢 就是 你有没有感觉第二个句子造的更舒服一些 对 对 因为 第一个句子里面就 我刚才告诉你的 这个我字出现的次数太多了 诸语不可以在一个句子里面连续出现三次 明白吗 明白 对 所以 所以 所以就是你第二次造的句子 你跑得太快了 连我很快 我也跟不上 这句话其实是正确的 明白吗 明白 对 但是 这个句子 你第二次造的句子 不够简洁 就是不够simple 还不够简单 明白吗 明白 明白 对 所以说我希望你再造的句子可以更简单一些 我来带着你造一下 好吗 好的 咱们来带着试一下 你看这句话 前半句没有任何问题 这一句话造的非常好 真的 你跑得太快了 这句话没有任何问题 这句话没有任何问题 后半句是 你看 应该怎么造呢 连 是不是 刚才 咱们在这张PPT上说过了 就是通过强调一项极端或突出的例子 来说明一般情况或者结论 对吗 对 对 对 那在这句话中 突出的例子是什么呢 是不是 我觉得我自己跑得应该很快 就是我觉得我跑步很快 对 但是你你更快 所以我都追不上 所以你比我都跑得快 你是不是很厉害呀 对 对 对 所以说这里我们就应该说 连我都 用上这个字 连我都跟不上 就是你跑得太快了 连我都跟不上 这句话中 我是不是刚才说了 跑得很快呀 对 对 但你跑得更快 我都跟不上 所以我们把这句话变成这个样子 来 你念一遍 就这句话 你慢点 对 你跑得太快了 连我都跟不上 对 很好 这里的我 就是 我 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因为 在这个情境下 我需要你慢点 就是 呃 大明说 让阿飞慢一些 就是他希望 他自己可以追得上阿飞 对吗 对 对 但是 但是 大明确说 连我都追不上了 是不是阿飞跑得已经非常快了 对 对 对 所以这句话应该造成你跑得太快了 连我都跟不上了 明白吗 明白 呃 余洪莲 这句话你有什么问题吗 可以提出来 呃 不明白 好的 OK 那我们来看对话二 对话二 呃 我赢过丹哥好几次呢 然后 这两句话你能理解吗 呃 不太 不太理解 不太理解吗 对 呃 第一句你可以理解吗 呃 是 答应 答应 林丹 呃 这是林林丹是一个人 你能理解吗 啊 对 对 他是一个人的名字 就和余洪莲 杨胜豪一样 他是一个名字 name 然后你看 施宇奇问陈龙 说龙哥 是不是说明 陈龙比施宇奇的年龄大 对 对 因为我叫你哥哥 那就说明你比我年龄大 就像我和你一样 你应该叫 你可以叫我 杨哥也可以叫我豪哥 就证明我比你年龄大 对吗 对 对 他问陈龙说 龙哥 你能打赢林丹吗 是不是意思就是 你 打球或者打比赛 可以赢这个人吗 对吗 嗯 你的意思是打球还是打架是吗 对对 打球 对 比如说 play table tennis 就是打冰棒球 可以理解吗 对 对 play table tennis 然后就是 你或者这句话可以说成 龙哥 你乒乓球 你乒乓球 能打赢林丹吗 就在这里可以加上 乒乓球 对 对 这个球球子我就不写了 乒乓球 你乒乓球 能打赢林丹吗 然后这一句话理解了 对吗 对对 好 然后第二句 你能在第一句话的基础上 现在能理解第二句话吗 英国丹哥是什么意思 丹哥 丹丹 对 是不是说明 林丹比陈龙的年龄还要大 对吗 对 对 因为陈龙要叫他哥哥 所以就说明 他是最大的 然后第二大是谁呢 对不知道 你看这三个人按年龄来排的话 实语其你想一下 我不知道怎么读 这个字吗 对 这个字念我给你写 这是二声啊 这个字念陈 对念陈 陈露 对 那这三个人里面谁最大呢 对 他是不是年龄最大 对 然后陈龙叫他哥哥 陈龙叫他哥哥 是不是他的年龄最大 对 然后施语其又叫陈龙哥哥 对 是不是陈龙比施语其年龄还大 对 对 对 所以这里面林丹最大是与其最小 能理解吗 对 对 对 很好 然后你看陈龙说 当然 我赢过丹哥好几次呢 也就是说 陈龙说 当然 我赢过林丹好几次呢 这两句话是一个意思 你可以理解吗 对 对 当然就是of course 或者说 sure I win the林丹 sometimes 对吧 对 对 就是说 陈龙 也就是说 陈龙能打赢林丹吗 陈龙对 他可以打赢林丹吗 可以对吗 可以 对 所以后面这句话 你现在能尝试着再造一下吗 啊 脸 林丹 啊 但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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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脸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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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不是 连领带比我大 大久都我,不是,这是问题 对,这是个问局哦 啊 提示一下,这句话是陈龙在问时与其 啊 连 我比林丹 对 连我比林丹小 你觉得我 我答应 打就 都赢吗 呃,我能明白你的意思 你的意思是说 我比林丹小 你觉得我能打赢他吗 是这个意思吗 对 对 我觉得这一点可以给你点赞 因为你会自动创设情境 呃,这个句子 这个句子 就是这个意思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 就是,就是 就是你造句 你要符合这个 就是陈龙 问他的 这个,问时与其的这个语境 而且尽量我们把 我们把句子要造的简单一些 你造的句子不够简单 我们来看一下 简单的句子怎么造 好吗 好 你看 呃,陈龙说 当然 我赢过 丹哥好几次呢 然后 陈龙问时与其 注意 这是个问句 他应该怎么问呢 是不是问时与其 你连 谁 都 打不赢吗 你连 连谁呢? 林丹 对 你连林丹都 打不赢吗 对 是不是 就是说 陈龙 陈龙当然 可以赢林丹 对吗 对 对 但是他问时与其 你 这一句话的意思 也就是 难道 你不能 迎林丹吗 能理解吗 对 对 你要记得 你要记得一个问题 就是这里有一个点 可以跟你说一下 你如果要造 连的句子的话 就是这个句子里面要用上连这个字 后面 基本上都要用到都这个字 你看 我来给你举个例子 你看 这个 这个就是林丹 然后你看 这里我给你举的例子 林丹太厉害了 连老师都打不赢他 呃 老师指的就是我 我是不是打羽毛球还可以 就是还还蛮厉害的 对吗 嗯 对 但是他太厉害了 连老师都打不赢 就是说 呃 连老师打羽毛球这么厉害 都没有办法去赢他 有问题吗 有问题吗 对 对 所以说 一般帘子和兜子 就是说 在这个 这个看 这样 在一项极端或突出的例子后面 用兜子 在这个例子前面用帘子 你看 如果我们把刚才这个句子 用这个结构 然后 结合起来 我们是不是前面是 连 这里是不是可以换成 老 师 然后 都 打 不 赢 对吗 他不赢 对 连老师 都打不赢 对 对 因为 这是 就是 把这些去掉 这是 这个 帘子的 在句子中的常用结构 我觉得 就是 今天来看 你是对上节课的知识 就是 有一定的掌握 但是 我觉得 不是很熟练 所以 我今天要求你 下课去一定需要 把 这个 上节课的笔记 抄在本子上 明白吗 明白吗 明白 明白 对 你一定要就是 就是用心去做这个事情 你上节课没有抄 我就觉得 你是不是有一点懒 有点 对 你要用心 要认真啊 好的 那我们来看对话3 对话3 对话3说 杨子恒说 我觉得我打球好差呀 然后王浩然告诉他 可是 这是你造的句子 连 连你打球好差 我打不赢 这句话 我觉得你造的很好 但是这里缺了一块 这里缺了一个字 在我后面 你是不是应该加一个字呢 啊 加什么呢 加 啊 都 对 我都 不赢 如果这里夹了兜子 是不是就变成了 连你打球好差 我都打不赢 对吗 对 对 那就说明 你打的这么差 我都打不赢你 那是不是 就是 你赢 哎 我看 连你打球打的好差 我都打不赢 那是不是就说明 杨子恒比王浩然还是要打的好一些的 对吗 对 对 因为杨子恒说 他感觉自己打球好差呀 但是王浩然说 你打球好差 我都打不赢 是不是杨子恒比王浩然要打的好呢 对 对 非常好 所以这一句我觉得是你在三句里面造的最好的一句 呃 今天呃 下课之后 一会儿我会把你今天交上来的作业 帮你批改一下 再 呃 就是你要及时记得在上面改正 好吗 嗯 好的好的 那我们继续 这就是 这是上节课的一些就是课后练习 和一些就是 可以说 哎 一些 我们上节课呃 的一些就是遗留问题 然后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新内容 这是这节课的一些新内容 今天我们只讲名词和动词 就是上节课我觉得和你讲了之后 你好像对这个呃 汉语中的语法一些术语不是很了解 所以今天我想给你强调一下术语就是把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这些等等在汉语中的词语的词性给你着重讲一下好吗 嗯 好的 语法术语就是grammical terms 可以理解吗 啊 可以 对 grammical terms 对你可以 你要是做笔记的话可以拿笔在纸上写一下 嗯 呃 在记吗 哦 不是不是 啊 OK OK 对 我们来今天先看第一个名词 名词 名词 呃 你之前对名词有过了解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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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名词它是不是人或者物或者一些东西的名字呀 对对 对 你比如说我们看一下例子for example像字典Dictionary对吗 你也有名字 对 然后余洪莲这是你的名字 杨胜豪这是我的名字 咱们这些都是名词 还有太阳 上 对吧 对 老师 teacher 教室 classroom 工作 work 幸福 happiness 这些都是名词 对吗 幸福是 幸福就是happiness 对 幸福是一个抽象名词 就是 你比如说 你现在的一个 他是描绘你现在的一个状态 就是你感到很幸福 他因为幸福这个东西 你很难去描述它 嗯 嗯 你能明白吗 嗯 对就是 你很难去describe this 嗯 别记 我帮你推出来 就是 嗯 我知道 嗯 对 你很难去就是 说它具体是一个什么东西 所以说 它就是抽象名词 你能理解抽象吗 嗯 什么 抽象 别别记 我帮你 我给你看一下 我帮你打在评论区看一下 嗯 这是描述 这是描述 对 描述 这是它的中文意思 然后 这个是抽象 对 这个是抽象 所以说就是 呃 我抽象就是obstract 这个意思 然后描述就是describe 你理解吗 知道 对 很好 然后 我们来看这里 所以说幸福 它是一个 呃 obstract word 一个非常抽象的词语 能明白吗 明白 对 它也是名词 然后我们来看我们 名词的定义 就是 它的缩写是n 它表示人 事物 地点 或抽象概念的统一名称 这个可以理解吗 嗯 我也可以 可以理解是吗 可以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呃 表示人的名词有哪些呢 你给我说上一个 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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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虹莲是不是也是表示人的呀 对 很好 然后 表示事物的呢 是 是 字典 对 字典是不是太阳是不是也是啊 对 对 对 然后 那表示地点的呢 呃 地点是教室 对 教室 你还能再举出一个表示地点的名词吗 学校 对 学校 餐厅 对吗 办公室 办公室 对 很好很好 这些都是 然后最后一个抽象概念 这个 应该是哪个呢 心腹 对 刚才告诉你了 abstract word 抽象的单词 对 抽象就是很难去描述很难去很难去describe this 很难去描述它 对 然后来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二个单词 呃 第二个词性 动词 verb 简称 为 这些都是 呃 一些最基本的动词 例如 走 对吗 嗯 呃 你可以自己念出来吗 啊 去 对 继续 有 对 很好 再来 在 对 在 还有 看 对 这个 写 很好 这是 对 非 这呢 喜欢 对 喜欢 还有 好 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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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错 再来 啊 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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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呢 起来 对 起来 这个 上去 上去 对 非常好 上去 这些都是一些最简单最基本的动词 这是动词 这是动词的基本含义就是表示你个人做动作或状态的词 比如说 比如说 呃 举个例子来说 呃 我 我 我打我的手 这样 你能看到吗 对 对 我打我的手 这个打就是一个动词 对吗 对 对 那现在 你能用这几个红色的动词造几个句子吗 先从T开始 呃 我 我的那个 低足球 对 很好 对 对 我的哥哥踢足球 对吗 对 对 对 很好 来咱们看第二个 看再造一个吧 呃 马克 看了 这部电影 对 非常好 拿飞再造一个 呃 这 这 这个鸟 嗯 啊 飞了 半个小时 哈哈哈 对 这个句子没有问题 呃 这个句子是对的 这个鸟飞了半个小时 这个句子是对的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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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最后一个呢 这个能尝试造一个吗 我 七点半起来 对 对 这个你七点半起来 是不是也有你七点半起床的意思 get up 对 对 很好 呃 呃 呃 然后对你上课的一些就是还有课后作业的一些要求 就是 你今天先听一下好吗 啊 好的 呃 下后两节课我们讲呃 形容词和副词 还有后面的一些词性 你如果有时间的话 下去 我希望你能了解一下看一下 可以吗 呃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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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或者是就是就是互联网上吧 在网上去看一下 哦 有 对 你可以把这些呃 呃 副词形容词的这些最基本的概念搜出来 自己先看一看 呃 稍微了解一下好吗 哦 对 然后 现在我说一下就是后面上课的时候我的一些就是 小想法 你听一下好吗 啊 好的呃 是这样 就是因为我觉得你如果想去提升你的汉语水平 必须要去张嘴要说能明白吗 对 所以我希望在课堂上可以可以有这么一个练习的方式 我是这么想的就是你比如说在咱们这节课结束之后到下次上课的时候这几天时间里你找一个你找一天你最有意思的就是你感觉你呃过的最有干的最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在那天上课的时候呃在课前五分钟到七分钟之间给我讲出来你能听明白吗 啊可以都 对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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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需要你下去在那天上课之前自己去小小的准备一下可以吗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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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 所以说就是 下次如果说 你如果不能按时交作业的话 你要给我发微信 告诉我为什么 就是你可能有事情 我会把那个交作业的时间 给你往后推一下 你能明白吗 明白 对 我可以把时间给你延长 但是你一定要告诉我 你不能像就是上一次一样 你直接没有交也没有说任何事情 我就以为你是不是不想做 或者是发生了别的事情 对吗 对 老师 我的谷歌课堂还没 对 那个谷歌课堂一会儿我邀请你一下 把你加到那个谷歌课堂里去好吗 哦 好的 然后别的就没有什么了 就是你在生活中 包括在学习中 如果有任何的这个汉语问题 跟有关汉语的任何问题都可以 你在微信上 发微信问我 我非常愿意跟你解答 好吗 嗯 对 对 所以说我就希望是咱们沟通可以愉快一些 呃 别的也没有什么了 就是还是希望就是哦对还有一个 就是 呃 你尽量保证在两天之内看上一次微信 因为可能有时候会给你发作业之后之前我跟你说一下 或者改完作业之后我会告诉你你能明白吗 嗯 所以 呃 就是你大概两天要看一次微信 哦 对 两天看一次微信 呃 然后别的也没有什么哦我我把你现在加到那个谷歌课堂里去好吗 嗯 OK 我加你一下 那我就停止共享屏幕了啊 啊 我 啊 星期二 对星期二下周周二上课 有问题吗 啊 没有 好的好的 我现在把你加到谷歌课堂里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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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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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好的 那我们以后就是 交作业和改作业 就在这里面进行了 好吗 好的好的 记得今天下去 把这个记的笔记 一定要写在本子上 好吗 好的 那我们今天课就 上到这里 拜拜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拜拜 再见 谢谢 拜拜 拜拜